太阳对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大两倍多 为什么月球没有被太阳吸过去? 月球在太阳系中主要会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 一个是地球,另一个就是太阳 通常来讲,有不少人都认为 地球对月球的引力比太阳大 所以月球才会一直跟着地球跑 而没有被太阳吸过去 但我们仔细算一下就会发现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已知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质量 分别为1.989乘以10的30次密千克 5.965乘以10的24次密千克 7.349乘以10的22次密千克 太阳和月球平均距离为1.496乘以10的11次密米 地球和月球平均距离为3.844乘以10的8次密米 我们将上述的数据 带入牛顿给出的万有引力公式 F等于大写GM小写M除以R方 再将其中的引力常数值取为6.67乘以10的-11次密 就可以计算出太阳对月球的引力约为4.36乘以10的20次密牛顿 而地球对月球的引力约数约为1.99乘以10的20次密牛顿 可以看出太阳对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大两倍多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太阳对月球的引力比地球更大 那为什么月球会一直跟着地球跑 而没有被太阳吸过去 其实月球的运动可以简单地描述为 月球一直在与地球一起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 在此过程中 太阳对月球和地球的引力充当了向心力 另一方面 月球又一直在围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 在此过程中 地球对月球的引力充当了向心力 由此可见 对于月球来讲 太阳引力和地球引力并不像是在拔河一样 而是形成了一种持久且稳定的平衡 这样就可以让月球一直处于在围绕着太阳公转的同时 又一直跟着地球跑的这种状态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平衡呢 这就要说到限制性三体问题 这是三体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 简单来讲就是 在三个天体中 有一个天体的质量相对于其他两个天体很小 以至于可以忽略 限制性三体问题 有五个名为拉格朗日点的特解 一般将它们分别称为 L1 L2 L3 L4 L5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拉格朗日点是限制性三体问题中的两个质量较大的天体的引力平衡点 假如质量最小的那个天体位于拉格朗日点 那么它可以与质量第二大的天体保持同步运动 假如太阳与地球的五个拉格朗日点 其中L1和L2都位于地球附近 它们与地球的距离均为150万公里 位于这样一个位置 小天体刚好可以与地球同步围绕太阳公转 这也就意味着 在L1和L2的位置上 地球的引力可以保证小天体不会远离自己而去 由于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是反比关系 如果一个天体比L1和L2距离更近 那么地球对它的引力就会更大 这个小天体呢 就更不会远离地球了 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小天体比L1和L2离地球更远 那么地球对它的引力就会减小 以至于无法使其与自己保持同步 因此 这个小天体就离地球越来越远 至于它会不会被太阳吸过去 则要看它的运动方向 以及相对于太阳的速度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以地球为中心 半径为150万公里 即L1和L2与地球的距离的球体空间内 地球的引力可以保证小天体不会远离 也就是说 只要月球一直运行在这个球体空间之内 它就不会远离地球而去 事实上 月球与地球的距离最远也只有40.5万公里 远远小于上述球体空间的半径 在此基础上 再加上月球刚好拥有合适的运动方向 以及相对于地球的速度 所以它就能稳定地围绕着地球公转 从而实现在围绕着太阳公转的同时 又一直跟着地球跑 在此基础上